第220章 暗算 夜黑风高 万家灯火 苍穹上乌云沉沉 不见有月亮 只有天际极点仅存的星光 闪烁着微弱光芒 夜风从河阳城上方嗖嗖地吹过 如野鬼夜窟 为时有几分寒意与渴步 联想到这里刚刚经历过的浩劫 城里城外的街道上 更是一个人影都看不到 漫漫长街古道上 只有偶尔被风吹落的几片枯叶 在其中孤独地翻滚起伏 飘向远方 便在这诡异的深夜里 从河阳城里呼地飘起一个黑影 如幽媚一般 几乎不似实体 悄无声息地落在城外 迅疾地向河阳城南边的古道上掠去 而不消片刻之后 又一道灰影紧追而来 死死地盯着那个黑影 这两人 自然便是千里追踪的巫妖与上观策了 从南疆开始 到如今深入中途 这一场追逐 也算是旷日持久了 上观策一身焚香谷 高深神通奇术 加上还有一柄神奇莫测的九寒宁兵赐法宝 巫妖应付起来大势吃力 但巫妖一身的诡异术法 每每出人一表 在绝无可能处 画出千番变化百般腾挪 却也是让上观策头疼无比 一次次眼看就要将之擒下 却屡屡失手 若是换了常人 遇到这种情况 多半便已放弃了 只是上观策 却是身负焚香谷谷主云一兰的命令 巫妖身上 多半有可以解开 南疆古巫族天火之密的法子 无论如何 这都是焚香谷志在必得的 所以一路之上 硬着头皮也追了下来 不过这般坚持 倒也并非全属无用之功 二人的修行高低在那里摆着 巫妖短时间内难以与之抗衡 但是 巫妖屡次凭借逃脱的种种诡异法术 被上观策一一看在眼中 渐渐心里有数 时到如今 巫妖要想再次逃脱上观策的追捕 已越来越是困难了 这一点 上观策心里有数 巫妖的心中更是明白 无奈 明白归明白 他却伪实是无计可施 如果有法子摆脱这个如骨之锥的可恶之人 这千里之上 他早就用过不知多少次了 但上观策 德享大明近百年 当年在南疆更是风云人物 其道行修行见是眼界 无疑不是上乘 远非李勋等分香谷第二代弟子可相提并论的 虽然巫妖连时一法其数 但居然一一被其看破 最多不过忙个片刻 自己逃开一段距离 但过不多时 终究还是被上观策追了上来 其实 上观策 或者说焚香谷云一栏 一定要将自己擒拿回去的原因 巫妖心中在几次于上观策的对话里 早已了然于心 但对他来说 却是决然不愿束手就擒的 这一夜 眼看着身后的上观策越追越近 而前方古道快速地向后退去时 却少有遮挡丘陵地迹 反倒是地势渐渐平坦开阔 一片荒野出现在了面前 在这种地方 还能逃到哪儿去 巫妖在蒙面黑金下苦笑了一声 发力略去 但身后那风驰电掣的风声 却是一阵紧过一阵了 就在他彷徨无措之际 呼得似有所感 像是发现了什么 扭头向一侧望去 他名号呼为巫妖 顾名思义 便知他所擅长的是 何种道法神通 加上其本身体质异于常人 对鬼灵阴魂之气 更是敏感十倍于寻常修真之人 这还在大陆古道之上 他在急奔之中仍是敏锐地发现 这荒野古道一侧的深处 竟有股深沉阴晦的鬼气 在远远地散发出来 巫妖大喜过望 身躯在半空中一个截转 硬生生地扭了过去 却是迅疾无比地 向荒野深处略去 追踪而来的上官侧冷哼一声 身弱扶平 一飘一荡 说不出的自如随意 轻轻松松便也转过了方向 再度发力追得上去 只是 这略微一个当个 巫妖又拉开了一段距离 身影也显得略微有些模糊了 上官侧却并未有多少担心 这长途跋涉一路追踪下来 他已将这个神秘莫测的巫妖 一身本事摸了个七七八八 料想他也搞不出什么花样 此刻的他 心境多少已然有些猫捉耗子的心态了 耗费无数力气 追踪千里 费神劳力 这还不得好好惩治你一下 上官侧心中冷笑 带着全盘大局在握的定心丸 轻轻松松地追了下去 很快的 出现在巫妖面前的事物 证明了他的猜想 这里果然是一处殷器极盛之地 在中土称之为义庄 也就是停放还未入土的 过世之人尸身之所在 不过 看那庭院小屋的破败程度 多半是废弃许久的地方了 巫妖的心中不由得有些失望 以他本计 这义庄殷器极盛 正是适合他许多 诡异术法施展的绝佳之地 但废弃时日既久 效果便打了折扣了 尤其是他有几门 类似轨道的艺术 更可操控尸体 威力颇大 这一路之上都并无机会施展 若是趁此机会突然施法 多半也可令上观测 这老皮肤吃上大亏 只是这一桩废弃许久 自然不会有什么刚刚过世的尸身躺在这里了 不过纵然心中有些失望 但以巫妖的心境来说 此地仍可以说是绝处逢生的所在 当下更不迟疑 黑色身影嗖的一声 掠进了一桩中 那间看去阴沉沉 黑压压的房子之中 不过在他身影飘去的时候 脑海中若有若无的 也掠过一丝小小的迷惑 此处一桩 废弃及酒 但怎么这阴森鬼气 居然还能如此强烈而且持久呢 这一晚 月黑凤高 一桩的小屋内更是漆黑一片 伸手难见五指 不过对于修道之人 特别像是巫妖这种体质 异于常人的人来说 这片黑暗并非难事 很快他就看清了 一桩屋子内的大致情况 此处果然是废弃多时了 周围墙壁上千疮百孔 残破无比 屋内前头一个原本应该是 祭奠亡灵的暗台 也已经倾倒在地 屋子正中 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区残破的棺材 有一些甚至连棺材盖都没有合拢盖好 耳听这一桩之外的风声突然一紧 显然上观测又是紧追而来 眼看就要追到 巫妖更不迟疑 却是身子一颤 手中突然多了数枚 齐形怪状的类似钉字的铁器 但全身却长满铁刺 然后看也不看 手指弹跳如飞 只听得嗖嗖嗖嗖之声不绝于耳 这数枚怪物瞬间都灭入黑暗之中 飞入了小屋各个角落 而每一个怪物消失在黑暗之际的时候 尾端之上都会突然散发出淡淡的蓝色光环 但也只是一闪而过 转眼即逝 随着这些怪物相入这屋子黑暗之中 这屋中原本就刺骨的阴气 突然间更是十倍的强烈起来 直如能刺入骨髓一般 巫妖冷笑一声 眼角余光一扫 整个身体忽然如没有丝毫重量般飘了起来 静止飘向屋子墙角的一具棺材 这具棺材看去平平无奇 盖子也没有盖好 歪了一半在外面 巫妖悄无声息地滑了进去 常人看来 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 他却似乎很是喜欢 而且随着他的身子滑近 那斜斜歪倒的棺材盖子 也被他顺手给盖好了 下一刻 风声骤然挺心 屋子之中顿时一片肃静 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上棺侧的身影 出现在这个屋子的门口 巫妖躲在角落的那个棺材之中 心中打定 正好这棺材残破 有几道细缝在墓壁之上 他透过缝隙 将上棺侧的一举一动 看得是清清楚楚 心中更是得意 只要上棺侧一时不察 再向这屋子中间走上两步 便会触发他设下的阴昧奇阵 借助此地异常强烈的阴森鬼气 必定要打上棺老贼一个措手不及 他心中正期待着 但看上棺侧似乎也十分小心 并没有急于进来搜索失踪的巫妖踪影 而是就站在门口处 小心翼翼地向屋子之中仔细地张望着 看来一时半会儿也不敢大胆地进来 巫妖的心中有几分失望 暗骂了一句老贼当真狡猾 回过神来 这才慢慢开始注意自己置身置地 不料 他这一顾及回神 却只在片刻之间 只觉得脑海之中轰的一声 险些将他自己吓得是魂飞魄散 他置身着棺材之中竟然还有一个人 其实以巫妖之特殊 这棺材之中莫说有个人 便是有个死人 再说难听些 哪怕是个骷髅 他也是视若无睹 难保还会感觉有几分亲切也说不定 但偏偏居然在他身下的棺材之中 赫然竟有个活人 而死人从他进入这个小屋 到划入这个棺材后 竟然完全不为他所发掘 甚至连呼吸之声也没有 物妖惊骇之下 全身都微微地颤抖了起来 但总算他勉强残存的理智 控制住了自己 没有大声叫喊或者是破关而出 但额头后背手心 都已经布满了冷汗 但下一刻 更令他吃惊的事情被他发现了 那就是他身下的这个活人 赫然是没有呼吸的 没有呼吸的活人 物妖在片刻之间已经判断清楚 自己身下这个同观之人 的确是个活人 因为两人同在一个棺材里 根本没有多少空格的空间 加之以他的敏锐 很快就发觉了此人心脏 正缓缓跳动 但不知为何 此人的口鼻 却是一动不动 物妖 悄悄地伸手过去叹了叹 扳上之后 竟然没有一点动静 此人的确是没有呼吸的 物妖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 这匪夷所思的变化 就发生在眼前 物妖本打算暗算上观测 但此番心神大乱 一时脑海中竟无法集中精神 气血隐隐翻涌 只是他毕竟也是道行身后之人 心念一动 立刻发觉不妙 急忙暗自催动针法 平定心态 片刻之后 这才安定了下来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在巫妖正打算 如何面对这个意外情况的时候 一个更大的意外 再一次令他目瞪口呆 手足无措 整具棺材 突然发出了一声细微的声音 啪 就像是什么东西合上了一样 声音很轻 几乎难以听见 但在这小屋之中 在这些修行深厚的人的耳中 却完全是两回事了 上观测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豁然转过身来 盯着这个角落 而巫妖恶然之余 瞬间只觉得自己置身的这具棺材 突然从四面八方 散发出一股诡异妖力 丝丝捋捋 如绳如麻 竟是将这个棺材内的空间紧紧置住 以他一身神通 遇上这股莫名其妙的妖力 竟然完全没有抵抗余力 刹那间 便动弹不得 生生被这无形妖力 给锁在了这具棺材之内 巫妖的魂魄 似乎都要被吓出体外了 但是 似乎还嫌不够一般 此时此刻在棺材内黑暗的空间中 他身下那个感觉中 是个胖子的活人 突然像是醒过了一样 睁开了眼睛 两个人的目光 在半空中 在这个诡异的气氛下 对视 然后 那个不知名的胖子 就这么悄无声息地 对着巫妖 微微地笑了一下 上观测 紧紧盯着屋子中间的那个角落 但却并没有立刻过去查看 他虽然没有巫妖那种特殊的体质 但以他道行之高 自然也能大致分辨出这屋中的景物 同时以他的见识 自然也知道 这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但他并不是巫妖 上观测 从来也不喜欢义庄这种地方 特别是对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来说 他就更不喜欢这种地方了 同时 以他的道行 在他刚进的这个屋子的时候 他就敏锐地发觉了这个屋子之中 阴气之盛 尾时是非同小可 远非是寻常普通的一个艺装可比 巫妖精通哪些种类的妖法艺术 他比谁都清楚 而现在这个地方 显然正是巫妖最喜欢的处所 所以 要小心 上观测 前运针法 护入全身 仔仔细细地 又再度将这间诡异的小屋 查看了一圈 确认的确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后 他慢慢地迈出了脚步 只是 他的脚步才迈了一半 呼得又缩了回来 同时 右手寒光一闪 九寒宁兵刺 已经出现在了他的手上 老人家 似乎总是特别小心的 他终于向着角落的那个方向 迈出了第一步 屋外 一阵阴风吹过 乌乌直响 令人毛骨悚然 上观测 全身戒备 这小屋之中 一丝一毫的变化 都逃不过他的耳目 但周围黑暗一片 除了静默还是静默 竟是没有丝毫的声息 他冷笑了一声 呼得扬声道 老夫 早已知道 你就在这具棺材之中 老勇 你再不出来 可别怪我连人带棺材 一起打了 给你苦头吃了 没有回答 四周还是一片的沉默 上观测怒哼了一声道 哼 装神弄鬼 说吧 更不迟疑 踏前一步 同时手中的九寒凝冰刺 银白寒光暴涨 周围的气温 邓时冷了下来 但就在上观测 蓄势待发之际 突然从这个小屋之中 另一侧角落里 悄无声息地 飞出一枚淡淡的蓝光 周身被阴气包裹 向上观测的背后袭去 上观测本是全身戒备着周围情况 但这枚有巫妖设下的阴魅其震 自身阴力完全收敛 通体竟可以吸取周围阴气包裹起来 上观测道行深厚 可以感觉出此地气脉一举一动 本是了不起的神通 不料这个时候 却恰恰成了弱点 被巫妖看准这点 搞了一个偷袭 上观测 并未感觉周围异常 直到那枚阴魅 接近她背后三尺距离之时 风声陡急 阴力大盛 她这才悚然而惊 电光火师之际 她一身身后的道行 避露无遗 当机立断 即向前踏了一大步 于剑步融发之际 生生拉开了些许距离 同时旧寒宁兵字 从手间瞬间飘到身后 一片寒光炸起 银白光辉 顿时照亮了整间小屋 只是这诡异的气氛之下 原本十分漂亮的光辉 此刻看去惨白惨白的 实在令人头皮发麻 只见银色光辉 从九寒宁兵刺上散发出来 转眼在上观侧后背 化作一小片光盾 在最危险的关头 将那枚阴魅给弹了开去 此时 还未等上观侧喘息片刻 她刚才踏出的那一大步 已然是全面触动了 巫妖世才所布下的阴魅奇阵 顿时只见这小屋中 数个角落里寒光闪现 树莓夹杂着阴森鬼妾的阴魅 激射而出 而更诡异的 刚才她弹开的那枚阴魅 在半空中划了一个半圆 竟然如有人牵引一般 再度悄无声息地 向上观侧后背袭去 上观侧仓促之下 一时竟弄了个手忙脚乱 但她毕竟不是常人 旧寒宁兵刺光芒闪烁 兵忙所指 不消片刻 这间小屋中 似乎从屋顶到地板上 都蒙上了淡淡的一层薄霜 而在这刺骨冰寒之下 被诡异法力摧持的阴魅 似乎也受到了极大的阻力 树莓闪烁蓝光的阴魅 先后慢了下来 同时 阴魅似铁非铁的器物之上 只不过这片刻时间 竟然厚厚地结了一层冰 虽然他们的速度仍然很快 但就这么一缓 已经让上观侧缓过手来 等时在银白惨光之中 蒸蒸蒸蒸 连续数声 数枚阴魅 都被九寒凝冰刺给打落在地 落地的时候 多半是被九寒凝冰刺寒气所清 但见冰块之下 落地的阴魅 都赫然地碎成了几块 上观侧 于极显处转微微安 破了乌腰的阴魅齐阵 忍不住哈哈大笑 向着那句棺材喝道 哈哈哈哈 如今你没法子了吧 还不快出来束手就 一个禽子还未出口 突然上观侧的脸色大变 面容扭曲 竟然是发出了一声痛楚之极的大吼 整个人倒翻了出去 轰隆的一声巨响 竟是将墙壁撞了一个大洞 飞了出去 在他身形之间 赫然也可以看到 其后背细微淡蓝光辉闪烁 却是刚才第一枚的阴魅 不知何时 竟然完全避过了他的耳目 重创于他 小屋中 这几下惊心动魄的激动 乌妖与他身下 那个神秘未知的胖子 都透过棺材的缝隙 看得清清楚楚 尤其是最后那一下 便起仓促 依上观测之老道 仍然仍旧是着了暗算 黑暗中 那个神秘胖子的眼中 居然有了几分赞赏之色 突然间 居然开口说道 你居然能将因为 这等鬼物击出后 再度掌控 这份修行 倒是难得呀 乌妖第一次 听到此人开口说话 心中一惊 但听他口气以及眼色 似乎暂时并没有敌意 而且此季 他自己心中 也是心情击荡 苦笑了一声 摇了摇头道 哎呦 你错了 那胖子倒是有些意外 正了一下道 我哪里错了 乌妖叹了口气道 哎 前面这些阴眉其身 是我不想的没错 但是最后那眉阴眉 却是另有高人掌控 与我无关的 他恨得恨得道 我若果然有那等修行 也不会被困在这里了 那胖子皱了皱眉 不再说话了 乌妖看了他一眼 只不过几句话的功夫 他已经大概察觉到了 这个胖子的情况 此人似乎居然和他 差不多的境地 也是被困在这个诡异的棺材之中的 但与乌妖不同的是 这个胖子身上 明显还有一股 更强大诡异的力量 禁锢住了他全身气脉 乌妖的心中 不禁暗暗吃惊 现在他所置身的这个棺材上 所布置的禁止之强大 纵然以他的修行之高 却仍然足以将他禁锢的无法动态 但是对这个胖子来说 似乎某些人还嫌不够 仍然要在其身上 布下令人畏惧的诡异术法 将之困住 那么 这个胖子如果没有禁止的话 他的道行起飞高得吓人 而想得更深的话 能够制住这个胖子的 又会是怎样恐怖的人物 乌妖脑海中瞬间乱成一团 中土大地 藏龙卧虎之辈 竟是远过他所料 便在此刻 小屋外头传来了上官侧的怒吼声 这里还有哪位高人 请现身相见 背后暗算 算什么英雄 小屋之中 乌妖与胖子对视了一眼 显然 上官侧也是目光如炬 一眼就看穿 暗算击伤他的绝非乌妖 而是另有其人 这时 只听一个银铃般悦耳的声音 从这个阴气森森的鬼屋顶上传了下来 带着几分讥讽 几分愉快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是说装神弄鬼吗 我就要让你看看 到底是谁在装神弄鬼 乌妖和那个神弥胖子被困在棺材之中 自然是看不到小屋顶上这个女子是何人 但是上官侧站在庭院之中 此刻强忍剧痛抬头望去 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寒声道 竟然是你 那女子的声音笑道 不是我 还是谁啊 哈哈哈哈哈哈 笑声清脆 刺带着一股动人心魄的魅力 森森夜色之下 却只见一个苗条身影独自坐在屋顶 眉目如画眼波似水 万种风情绝带风华 却不是九尾天虎小白 又是何人